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因为这两年里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和快乐 因为我觉得这两年真的很有成功感 是我帮到很多主人 而且我们有二百多个熟客 这两年间其实是回了本吗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回回 以前是旅游业很厉害的 真的很多人去旅行 以前你问我生意当然一定好 尤其是香港人这么喜欢去旅行 现在一定是首 尤其是有投资了新铺 这里也扔了很多钱去装修 比上一间店应该多了很多钱 对啊 多了很多 有没有说大概的数字是 其实这里所有的营运加上 其实都差不多接近七位数 是 经过三波的疫情 直到现在 其实对整盘生意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很大 是 当时试过最差的可能是 真的只有一间房 是 整间店 真的只有一间房 两只猫 然后当时就是 大家都会觉得如何支持下去 当然也有讨论过 我们所有的拍档 我们所有的同事都很好 大家都说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会过的 我觉得这一种是一种力量 是 然后当时我们就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就是可能我们不够钱出一粮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股东上班 是啊 其实在疫情下 各行各业都经营这么艰难 除了要有拍档一起去支持 老公Oscar会不会 如何出谋献策 如何给你一些支持 其实他也给了很大的支持 当然在生意不好的时候 我都要问他 我们应该如何 他也是第一个反应 也是告诉我 就是说 那一定是有高有低的 那如果有点难关 你也觉得要放弃的 那其实很难 就是你做什么 都是遇到困难 我就不做了 那这个也不是我 反过来 有没有都关心一下 老公的饮食生意 因为始终他好像也有五间店 都很重疲 是吗 那当然 因为他尤其是疫情 大家都不可以出街吃饭 但是我没有担心他 因为我觉得他做生意做了很多年 我觉得我在隔壁 不断地给一些支持 和他每一… 譬如去到疫情的时候 他说我做这个抗疫套餐好不好 那我就会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看下套餐是否吸引 是否值得 在这些情况下给他一些意见 是 非常多谢Eling的分享 都希望你身体健康之外 在疫情过后 继续多些猫猫过来入住 好啊 谢谢 谢谢